很多粉丝说路边满大街都有三角煤 不值钱 今天我带大家来我们去做一下市场调研 走 拉一个 哈喽美女 你好 不理我 再来一个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帅哥 问你的问题 可以停一下吗 想采访你一个问题 你好 可以采访你一个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三角煤 我的三角煤贵 还是咱们路边的那种贵 茶籽吧 对 这种你怎么知道 这是小桃红茶籽 是的 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朋友不懂 说咱们这种三角煤很便宜 所以我今天专门做个市场调研 看有没有懂它的人 因为很多人说路边的三角煤很便宜 其实东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观赏价值不一样 不是说 这种俱价值不一样是吗 原来你觉得这样更好看 更漂亮是不是 更适合居家 这种居家 那如果这个跟那个是要你选 你选哪个 我选那个 你选那个 那个比较大 那你不是说这个够适合居家吗 我家里 我家里 它就没在家里面 它没有盐框 没有冲水 它会钓叶 钓花 哦 这个你都知道 你要在盐档上面 盐档上面 对 盐档上面你要至少盐档也比较长 我哪里去 对 是的 是的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的配合 感谢 这个说是 这个比较观赏价值比较高 咱们再来采访 可以停一下吗 采访一个东西 你好大叔 不理我 继续来 美女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哈喽 你好 你好 居然没有人理我 我要使绝招了 等一下 有没有人 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三角梅之箱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很多粉丝说 路边的三角梅很便宜不值钱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三角梅是不值钱的 那挺贵的呀 挺贵的是吗 对那你觉得这种的 跟路边的三角梅 哪种会更贵一些 更贵一些 不是同一个品种 但是差不多都是三角梅 不贵一些 我还是觉得那种会比较贵 那种更贵一些吗 对 这样子啊 为什么 比较大是不是 好的好的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拜拜 热锁了 你看到了吗 群众的眼光 雪亮的 经过调研发现 大家都认为 路边的这种三角梅 比我们家小桃红还贵呢 还是回家买小桃红吧 来